注意看,眼前的这个女人名叫尤桃 上一世养着一个小可怜弟弟 最后被其所谓的未婚妻一刀捅死了 重生后的尤桃 好色是会没命的 我再也不碰男人了 为了和人撇清关系上了个恋宗百烂 结果录制第一天 谁能告诉他 弟弟为什么会是男嘉宾 他的恋宗日常就变成了 因他身陷修罗场 被他狂灭各路桃花 可当他为了保命不得不假意 和别的男嘉宾走进后 没成想,弟弟秒便白切黑并交 拎着包就想跑 你也早点回去 姐姐去哪里 我出去一趟 我可以去吗 不可以 尤桃吓一跳 这要是被渔园知道自己 要去干嘛的,还得了 他说话间已经跑到了门口 对人交代 你受伤了 回去好好养伤 别乱跑了 啊,尤桃怕渔园真的追上来 出校门直接钻进了自己的车 刚上车 陈丽的微信消息就过来了 毫无意外 又是他刚刚拉着渔园去校医院的照片 陈丽电话立刻就轰了过来 陶桃 你又和渔园手拉手逛校园 你再说 你俩没在一起 真没有 你没看到他手受伤了吗 我就是带他去校医院 包扎一下 尤桃又用刚刚的说辞 就算是别人 我也会这样的 得了吧 那些追你的男生 胳膊断了你都懒得看一眼 还拉着人去校医院 尤桃 说的也不无道理 说起来 也不知道是谁发的这些照片 怎么跟有人专门找人跟拍你们似的 陈丽大胆猜测 难道 是你找人拍的 尤桃觉得 他推能脑补 我躲他还来不及 我图什么 图他年纪小 图他长得帅 我已经下课了 陈丽和他不是一个专业的 上课都不一起 说着就要挂电话 你还有两节课吧 好好学习啊 别整天盯着八卦不放 尤桃到餐厅时 已经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刻钟 适应声领着他去餐位的时候 韩俊阳相事已经到了很久了 张翠翠说 韩俊阳以前是追着自己跑的 其实他对此人 没有丝毫的印象 因为追他屁股后面跑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还说人长得帅 但其实也就那样吧 比于远可是差得远了 据张翠翠说 韩俊阳从小学开始 就一直在国外读书 很少回国 男生一身英文风的打扮 明显是受了欧美文化的熏陶 明明年纪看起来很小 硬是竖了的大油头 81ZW靠 韩俊阳一看到油桃过来 眼睛明显一亮 立刻起身过来 为油桃拉开了座椅 油桃不太习惯这种礼仪 但只能被迫接受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有点事情耽误了 没关系 我也是刚到 韩俊阳给他杯中添水 就差给人铺好餐巾了 把一旁适应生的工作 都给抢了 油桃尬笑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他之所以今天答应过来 其一是要和人解释清楚 他妈可能传达错误的讯息 他对于和韩俊阳发展感情 没有半点兴趣 再就是 据他舅舅说 韩俊阳好像不是真想来 练宗找对象的 巧了 他也不是 那么他们就可以谈个小小的合作 好能让于原对他死得心 油桃巴巴的解释完其一 给韩俊阳听的一愣一愣的 他又整理了一会儿措辞 才试探性的问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假装 姐姐 话还没说完 被一道男生精准的打断 油桃一转头 于原就直立立地站在身后 看向他的眼神 慧莫如深 他满脸惊恐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于原没说话 视线只须须地掠过韩俊阳 又重新落在油桃的身上 不知怎店 油桃瞬间有一种出轨 被当场抓包的错觉 他里不知气不壮的诱吻 你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于原还是不说话 窄霜下的双眸 深如沉渊 于原越是沉默 油桃越是心里发毛 所以 你跟踪我 我是和实验室的师哥过来吃饭 于原说完就测了测身 油桃看到他的身后不远处 的确是有个熟人朝这边看 看到油桃后 还摇摇手打了招呼 所以于原没有说瞎话 是他自己小人之心了 油桃煞事尴尬 光速道歉 误会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姐姐在这里 于原一犹所指的 看了韩俊阳一眼 是做什么 和同学吃个饭 什么同学 幼儿园同学 查岗虽是弹道 油桃对答如流 但也心虚到爆炸 过了两辈子了 油桃最心虚的时候 仍然是被于原精准查岗的时候 上一世两人在一起后 油桃就基本很少和异性 有过多的接触了 于原虽然说是他养着的小可怜 但两人实际上就是情侣关系 而于原也完完全全居于男友的位置 占有欲和掌控欲 那是一点也不少 于原的乖软和顺从 只是在两人谈情说爱的时候 如果有了感情威胁 比如哪个眼瞎的又来缠着他 那于原所表现出来的强势 是半点也不含乎 这位是 背景版韩俊阳发问道 于原 男朋友 油桃 场面一度混乱 油桃敏锐地察觉到 场面即将失控 如果于原再深入地问一句 和幼儿园同学吃什么饭 那他就解释不了了 他不擅长撒谎 一说多就露馅 但他擅长逃跑 油桃此刻已经抓起了包 急吼吼地对韩俊阳道 那个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改天再聚啊 他又贴心地对于原交代 于原 你手还受伤 早点回去啊 大家拜拜啊 拜拜 说完跑得比兔子还快 饭桌上只剩下两个男的 于原顺势坐在了油桃刚刚坐的位置 他眼瞼垂落 落在了油桃喝水的杯口 上面还残留着些许口红印记 少年在抬眸时 周身笼罩的阴郁之气 何方才判若两人 于原眸中近视冷利 他是我的 你不是他男朋友 韩俊阳笃定地说 而且 他要参加练宗了 和我一起 如果他是油桃的男朋友 油桃刚刚的反应 不会是那样 而且 张崇也不可能会让他参加练宗 韩俊阳 韩家二公子 于原面容沉冷 一字一句 你上月刚发的那篇赛的数据 是哪来的 韩氏最近的那桩并购案背后 使了什么动作 韩俊阳神色意理 你是谁 于原并未回答 给人下最后的通点 从油桃的视线内消失 退出练宗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八妖 ZW 抗 否则 明天的京城头条 一定会很精彩 韩俊阳走后 不远处的男生 便提不过来了 男生一身白衣白裤 如嫡仙 步步皆是优雅 于原看向他 眸中隐隐充血 舅舅 这突然的 季允刚坐下 正拿着块西瓜 朝嘴里塞 我不是说了吗 在外面喊我师哥 什么舅舅 我看起来 哪有这么老 他重生了 于原说 季允一愣 有桃 所以他才不要我 他不是不要你 是要命 季允一连又扔了 好几块西瓜在嘴里 也正常 他只是个人 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才捡回了一条命 他又不像我们 命多的 跟不要钱似的 怎么办 多大点事 你把威胁他命的人 解决掉不就行了 我知道 郁家现在还没动静 食鸡味道 西瓜汁水甘甜 季允满足得哼哼 桌下白色虎尾 随着咀嚼微微晃动 一摆一摆 你不是还会苦肉计吗 季允想起 昨晚于原电话里 问他怎么办 这简单啊 所以他就和于原说 女孩都心软 稍微使使计谋就行 谁知道这孩子 直接就挑了苦肉计 如果没用怎么办 于原又问 我可以把他关起来吗 季允又插了块西瓜 递到鱼园嘴边 乖外生 来 吃块西瓜冷静一下 油桃回到家时 张翠翠正在菜地里浇水 张翠翠平时酷爱种花 种树种菜 尤川国当时建这个别墅时 特别另辟了一块地 专门给老婆种着玩 刚浇完就看到油桃 疯疯火火地跑进来 像是被鬼追一样 陶陶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张翠翠喊他 又低头看看表 和小韩这就见完面了 油桃被吓一跳 见完了 张翠翠一脚跨出菜园 兴奋不已 怎么样 满意吗 什么满意不满意 我又不和他谈恋爱 那你要和谁谈 张翠翠有一丝丝苦恼 其他几个男嘉宾 我都看过了 各方面都不如他 妈 那什么脸座 我能不参加了吗 你逗你妈和你就玩呢 张翠翠站在桃树下 差点想摘个桃子 砸油桃一脸 你要是昨天干脆的拒绝也行 答应了再反悔 你看你就会不会来我们家 一哭二闹三上吊 油桃 算了 毁灭吧 爱砸砸地 油桃刚要拐进屋 小黑胡就一蹶一拐地 从屋里出来了 直直地朝他过来 只不过跑得歪七八扭的 油桃一看 宰宰 简直下一秒就要摔倒了 芒营上去抱了起来 狐狸的幽香 请客间蔓延 油桃一脸埋在狐狸脑袋上 猛吸了一大口 心情瞬间明朗 还是小动物好啊 温暖又治愈 不像和人相处这么来 尤其是鱼园 说个话还得想想 是不是在给他挖坑 要是人都能像你这么单纯就好了 油桃感叹道 小家伙右爪子 紧紧地扒着油桃的肩 嘴里哼唧的声音 咋得不成样子 受伤的左爪子 缩在肚前 油桃视线落在上面 疑惑道 咦 你这纱布 谁给你包的 都不像猪蹄了 油桃扬声问张翠翠 妈 言书已经重新给他换药包扎了吗 张翠翠拎着水管 朝圆子外走 是 我下午回来的时候 找了半天才找到他 纱布也散了 让严君又给他重新包了下 回想起刚刚包扎的时候 张翠翠一阵心惊 你都不知道 他有多患 你言书才碰到他爪子上的两根毛 他差点就要 把人咬一顿 油桃惊呆了 他揪了揪狐狸的小耳朵 教育道 言书给你治伤 你才能早点好起来 下次不可以凶人了 知道吗 小家伙嗷嗷一声 看了油桃一眼 似乎再说 我没错 我不敢 下次还敢 张翠翠看着女儿和新儿子的互动 觉得推稀奇 陶陶 你跟妈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背着全家 偷偷养了他 不然他为什么指认你 张翠翠歪头盯着小家伙看了看 再一次惊叹于 小狐狸的逆天颜值 你也不用偷偷的 就光明正大雅 他这么帅 妈妈支持你 你爸和你哥反对 也没用 油桃心道 他除了养过鱼猿 还真没养过什么 小狐狸小猫咪的 那仔仔黏着他 纯粹就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了 妈 我讨人喜欢 你是第一天知道吗 所以 小狐狸也喜欢我 张翠翠表示不服 你妈我年轻的时候 也一堆人追好吗 排到法国之后 还要多拐一道弯 油桃 晚上吃饭的时候 油桃特地让厨师给小家伙 准备了和他一模一样的饭 油桃自己吃一口 给狐狸喂一口 一人一狐狸 简直就像是救着对方下饭 那黏糊劲 看得油穿国 可尤其十分不爽 饭后 油桃本来准备给小家伙洗澡的 但严均不让洗 一是怕伤口沾水感染 二是怕小家伙洗澡会应激 说最好等伤 好得差不多了 去宠物医院 专门找人给他洗 第二天一早 油桃是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的 油桃明明呼呼接起 桃桃 桃桃 是成立的电话 嗓门大的离谱 把油桃的瞌睡一下弄没了 这才几点 你就打电话来 跟叫魂似的 九点了大小见 我都上完一节课了 成立杂杂呼呼 转而气愤道 油桃 你是不是不拿我当朋友 竟然瞒着我去了练宗 没想瞒 我压根不想去 油桃纳闷 你怎么知道 81 ZW KOM 都官宣了 学校大群里都传风了 你还跟个没事人似的 成立说完 立刻给人甩了官宣的微博过来 油桃打开 配图是三男三女 其中两男两女照片风格比较统一 只有她的照片是生活照 以及最后一张男嘉宾的照片是一张黑影 除了她以外 其他所有的嘉宾似乎是早就定好了 宣传照也早就拍完了 前两天她答应了之后 张崇就立刻喊她去补拍宣传照 但她只想摆烂 懒得跑老远 只为了拍两张照片 所以就只给了生活照 张崇求人腿软 只要油桃愿意去 啥都依着她 至于最后一张没有曝光的男嘉宾 他本来以为是韩俊阳 心想这有啥好藏的 昨晚还随口还问了他就 结果他就说 韩俊阳昨天突然退出了节目 还主动赔了节目组一笔钱 而最后这个男嘉宾 恰好是昨天下午场上门的 不仅补了韩俊阳这个空缺 还帅得惊为天人 说什么都要参加 油桃听得满头问号 这人到底是有多想谈恋爱 疯了吧 可张崇却兴奋的找不着呗 话里话外 都是这节目有了油桃 和这位隐藏款男嘉宾 不报天理难容 成立还在电话里嗷嗷叫 恋宗教 101次心跳 这名字我喜欢 好有意境 油桃困得打哈欠 把手机开扩音放到了枕边 那大概心跳过速快死了 少女 你是对浪漫过敏吗 成立又问 所以陶桃 你要踹了渔园 去更广阔的世界找男人吗 恕我直言啊 除了这个隐藏款 不知道长啥样 剩下两个都比渔园差了十万八千里 油桃现在回想起 自己当时答应去练宗的理由 如今早就物是人非 他想和韩俊阳谈的合作 还没说出口 就被渔园给搅合没了 最离谱的是 连韩俊阳这好人都没了 不如 他到时候和这位隐藏款 再聊聊合作 算了 再一把 油桃想了半天 想到个还不错的理由 对成立道 我去赚个零花钱 我大哥老听我卡 成立 油桃话一说完 小狐狸突然上来舔了他几下 专挑他敏感的地方 油桃缩着脖子躲也没躲开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哎呀 好痒 你乖一点 成立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惊叫道 桃桃 你床上有人 油桃 难道是余缘 成立猜测完后 又开始为人打抱不平 好啊 你把人给睡了 还背着人去练宗找别的男人 不是人 是我最近养的一个小可爱 油桃十分无语 他觉得成立的脑补能力 和他二哥有的一拼 力宝 脑补过度伤身 知道吗 谁知成立更兴奋了 什么小可爱 我最喜欢小动物了 我要去咯 怀里的小家伙又摇着脑袋朝他身上拱了拱 似乎表示不同意 油桃看着小家伙的反应 不禁又想起 他妈说小家伙是怎么对人输的 默默为成立捏一把汗 如果他愿意给你碰的话 啥动物啊 这么高贵 碰都不给碰 油桃得意地摸了摸那乌黑滑溜的大尾巴 确实高贵 只给我碰 小狐狸扬了扬脑袋 又舔了下他的指尖 怪不得你这两天都不回来陪我睡觉了 原来是有新欢了 成立又说 对了 桃桃 我得跟你说一个消息 咱们之前军训完不是选了选修课吗 怎么了 我刚得到一首消息 成立又卖了个关子 你猜这门选修的代课老师是谁 油桃心中隐隐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谁 你的绯闻男友 于元 为什么啊 他只是中了个生 为什么于元就开始阴魂不散了 选修课今晚就开始了哦 成立还在那儿幸灾乐祸 姐妹 师生恋了解一下 不谈 油桃受不了的哀嚎一声 啊 我就是想耽个生 怎么就这么难 单身犯法吗 美女 你竟然想单身 想都不要想 因为这么一条消息 油桃整整一天就没怎么学得进去习 晚上第一节选修课 他甚至生出了干脆逃了的想法 但第一节选修课不去 怎么这都不太像话 没准于元一生气 加上自己老拒绝他 直接不给他学分了 别看弟弟乖乖软软的 其实可记仇了 上一世 自己和别的男生说了几句话 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 过了很久 还能把这个账捞出来算一算 晚饭时 油桃没精打采的 戳着盘子里的鸡腿 半口也吃不下去 食堂里 打亮油桃的视线也越来越多 一是他和于元之间 扑朔迷离的感情关系 二是 他参加恋宗的消息 但这些油桃 全都不在意了 他还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逃了这些选修课 丽宝 你的口气怎么样 成立看油桃 不吃那个鸡腿 直接戳过来塞 自己嘴里了 嘟嘟囔囔地问 什么 你模仿下我的声音 说一声道 我听听 成立秒懂他的意思 逃逃 逃得了初一 逃不了十五 今天农历十六了 油桃说 再说了 你当于元是傻子吗 人家是天才少年 这点小动作能瞒得过他 成立努力把嘴里的肉咽了 喝了口汤才到 我给你分析一下利弊啊 如果你逃了课 会这么样 会怎么样 没准会挂课 成立老神在在 如果挂课 会有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 你大哥会知道 然后会每天骂你一顿 顺带把你的卡都停了 啪鸡 油桃手里的汤勺 吓得掉到了地上 真的是好严重的后果 没有钱的恐惧 瞬间支配了他 油桃拍拍他的肩 颇为感激 谢谢 懂了 男人没了可以 钱没了不行 我去 不就是个鱼员吗 十个鱼员 他也没在怕的 油桃一出食堂 就拉着成立 熊啾啾气昂昂地 挺进了教学楼 他要去抢最后一排座位 油桃选修的这门课 叫趣味生物学 是的 他当初选这门课 纯纯是为了鱼员 他上辈子这时候恋爱脑 硬拉着成立 一起选了这门课 原本想的是 多了解一些生物学知识 以后跟鱼员在一起 也能装装样子 这下好了 自己挖的坑 自己跳 自己种的恶果 自己尝 两人到时 教室里 已经乌泱泱地坐满了人 要说也怪了 上一世鱼员 也没来带这个课呀 这一世 是不是因为不和自己谈恋爱 显得慌吗 才跑来给上课的呀 不过转而想想 鱼员原本就没啥钱 能有个这么好的功 打着也挺好的 油桃视线 草草地 扫射了一圈 不同于别的课学生们 都一个劲地朝后走 大概是鱼员带课都传开了 越是前面的位置 坐得越满 大家都争着抢着近距离看帅哥 成立也想朝前坐 也想快乐地看帅哥 奈何油桃不让 油桃十分满意 教室最后一排控着的座位 喜滋滋地 跳了得最拐角的地方 当鸵鸟 等到快上课时 连最后一排也没位置了 似乎很多没选这个选修课的 也来凑起了热闹 油桃看着一教室 满满当当的人 而且还是在大教室 知道这里面十个里面有八个 都是为了渔元来的 他撇了撇嘴 这些人都是眼狗吧 大哥不说二个 桃桃我真的搞不懂你 一会儿喜欢渔元 喜欢得不得了 一会儿又跟躲温神似的躲着他 一会儿甜蜜拉手 谈情说爱 一会儿又单身万岁 女人再善变 也没变成你这样的 你不用懂 油桃心想 以成立这个脑子 和嘴上没把门的德行 要是和他说自己是重生的 没准成立非但理解不了 反而会弄得人尽皆知 成立之间 还在跟人打字聊天 嘴上没闲着 难道 你在跟渔元玩 欲擒故纵 玩你的手机吧 上课铃一响 油桃立刻将包朝桌子上一放 努力将自己的脸 挡得严严实实 前座的男生 突然转过身 对着他自来熟道 嗨 小学妹 你也来上于老师的课呀 油桃做贼式的心 被吓一跳 他认得这人 就是昨天餐厅里 和渔元一起吃饭的他师哥 名叫纪云 纪云总是给人一种 优雅阴柔之美 一头银白色头发 颇为显眼 而且 眉毛和睫毛 似乎也给染成了银白色 这种装扮 在娱乐圈明星的造型中 见怪不怪 但放在现实生活中 就会显得有些怪异和不合群 他上辈子和渔元在一起后 此人的存在感 尤其强 而且 油桃上一世 就觉得 这人奇怪得很 平时说话相处 就是同龄人 但很多生活习惯 又很老派 就好像又老又年轻 纪云跟他聊天 完全没有任何生疏质感 这么喜欢于老师吗 连他的选修课也不放过 油桃还没来得及说话 纪云一旁坐着的男生 也附和道 师哥 这是人家小情侣之间的情趣 你懂什么 这种老师学生的游戏 最刺激了 唉 老了老了 继云叹气 误选误选 油桃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僵硬地转话题 学长为什么也来上选修课 你们的课应该早就修完了吧 哦 玉老师有点紧张 我给他阵阵场子 桃桃 这位是 成立此刻也不玩手机了 眨巴着大眼睛 一个劲地盯着继云看 救命 怎么会有这么美的男生 这皮肤白里透粉 细腻光滑 看起来比女生的皮肤还要好 他可以浅浅地摸两下吗 油桃赶紧捂住成立的嘴巴 防止他口水掉下来 说 于原的师哥 好啊 你连于原的师哥都认识 还说你们没有在一起 油桃尬笑了一声 捂他嘴的力气加重 成立很快就喘不过气 扭着身子躲 教室内安静了一瞬 落针可闻 于原走了进来 男生一如往常的黑衣黑裤 看起来冷得很 即不易靠近 挺直的脊背如轻松 侧身走上讲台时 精致的下颌线 比他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 于原在讲桌前站定 冰冷不带感情 上课 点名 81ZW Tom 几乎瞬间 就直接锁定了最后排拐角 油桃察觉到视线 脑袋一缩 整张脸隐默在包后 只露出两只眼睛 他的名字首字母外 油桃此时 无比感谢他爹姓游 按照首字母 800年后才会点到他 下一瞬 富有磁性的嗓音 回荡在整个教室 油桃 为什么啊 他只是中了个生 为什么余缘就开始阴魂不散了 选修课今晚就开始了哦 成立还在那儿幸灾乐祸 姐妹 师生恋了解一下 不谈 油桃受不了的哀嚎一声 啊 我就是想耽搁身 怎么就这么难 单身犯法吗 美女 你竟然想单身 想都不要想 因为这么一条消息 油桃整整一天 就没怎么学得进去习 晚上第一节选修课 他甚至生出了 干脆逃了的想法 但第一节选修课不去 怎么这都不太像话 没准于原一生气 加上自己老拒绝他 直接不给他学分了 别看弟弟乖乖软软的 其实可记仇了 上一世自己和别的男生说了几句话 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 过了很久 还能把这个账捞出来算一算 晚饭时 油桃没精打采的戳着盘子里的鸡腿 半口也吃不下去 食堂里 打量油桃的视线也越来越多 一是他和于原之间扑朔迷离的感情关系 二是他参加炼宗的消息 但这些油桃全都不在意了 他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逃了这些选修课 力宝 你的口气怎么样 成立看油桃不吃那个鸡腿 直接戳过来塞自己嘴里了 嘟嘟囔囔地问 什么 你模仿下我的生意 说一声道 我听听 成立瞄懂他的意思 逃逃 逃得了初一 逃不了十五 今天农历十六了 油桃说 再说了 你当于原是傻子吗 人家是天才少年 这点小动作能瞒得过他 成立努力把嘴里的肉咽了 喝了口汤才到 我给你分析一下利弊啊 如果你逃了课 会这么样 会怎么样 没准会挂课 成立老神在在 如果挂课 会有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 你大哥会知道 然后会每天骂你一顿 顺带把你的卡都停了 啪唧 油桃手里的汤勺 吓得掉到了地上 真的是好严重的后果 没有钱的恐惧 瞬间支配了他 油桃拍拍他的肩 颇为感激 谢谢 懂了 男人没了可以 钱没了不行 我去 不就是个渔远吗 十个渔远他也没在怕的 油桃一出食堂 就拉着成立 熊啾啾气昂昂的 挺进了教学楼 他要去抢 最后一排座位 油桃选修的这门课 叫趣味生物学 是的 他当初选这门课 纯纯是为了渔远 他上辈子这时候恋爱脑 硬拉着成立 一起选了这门课 原本想的是 多了解一些生物学知识 以后跟渔远在一起 也能装装样子 这下好了 自己挖的坑 自己跳 自己种的恶果 自己尝 两人到时 教室里 已经乌泱泱地坐满了人 要说也怪了 上一世渔远 也没来带这个课呀 这一世 是不是因为不和自己谈恋爱 嫌得慌了 才跑来给上课的呀 不过转而想想 渔远原本就没啥钱 能有个这么好的功 打着也挺好的 渔远视线 草草地扫视了一圈 不同于别的课学生们 都一个劲地朝后座 大概是愚言待课都传开了 越是前面的位置 坐得越满 大家都争着抢着近距离看帅哥 成立也想朝前坐 也想快乐地看帅哥 奈何渔远不让 渔远十分满意 教室最后一排空着的座位 喜滋滋地 跳了个最拐角的地方 当鸵鸟 等到快上课时 连最后一排也没位置了 似乎很多没选这个选修课的 也来凑起了热闹 渔远看着一教室满满当当的人 而且还是在大教室 知道这里面十个里面有八个 都是为了渔远来的 他撇了撇嘴 这些人都是演狗吧 大哥不说二个 淘头真的搞不懂你 一会儿喜欢渔远 喜欢得不得了 一会儿又跟躲温神似的躲着他 一会儿甜蜜拉手 谈情说爱 一会儿又单身万岁 女人再善变 也没变成你这样的 你不用懂 渔远心想 以成立这个脑子 和嘴上没把门的德行 要是和他说自己是重生的 没准成立非但理解不了 反而会弄得人尽皆知 成立指尖 还在跟人打字聊天 嘴上没闲着 难道 你在跟渔远玩 欲擒故纵 玩你的手机吧 上课林一想 渔远立刻将包朝桌子上一放 努力将自己的脸 挡得严严实实 前作的男生突然转过身 对着他自来熟道 嗨 小学妹 你也来上于老师的课呀 游桃做贼式的心被吓一跳 他认得这人 就是昨天餐厅里和鱼园一起吃饭的他师哥 名叫纪云 纪云总是给人一种优雅阴柔之美 一头银白色头发颇为显眼 而且眉毛和睫毛似乎也给染成了银白色 这种装扮在娱乐圈明星的造型中见怪不怪 但放在现实生活中 就会显得有些怪异和不合群 他上辈子和鱼园在一起后 此人的存在感尤其强 而且游桃上一世就觉得这人奇怪得很 平时说话相处就是同龄人 但很多生活习惯又很老派 就好像又老又年轻 纪云跟他聊天完全没有任何生疏之感 这么喜欢于老师嘛 连他的选修课也不放工 游桃还没来得及说话 纪云一旁坐着的男生也附和道 师哥 这是人家小情侣之间的情绪 你懂什么 这种老师学生的游戏最刺激了 唉 老了老了 纪云叹气 误选误选 游桃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僵硬地转话题 学长为什么也来上选修课 你们的课应该早就修完了吧 哦 玉老师有点紧张 我给他阵阵场子 桃桃 这位是 成立此刻也不玩手机了 眨巴着大眼睛一个劲地盯着纪云看 救命 怎么会有这么美的男生 这皮肤白里透粉 细腻光滑 看起来比女生的皮肤还要好 他可以浅浅地摸两下吗 游桃赶紧捂住成立的嘴巴 防止他口水掉下来 说 于原的师哥 好啊 你连于原的师哥都认识 还说你们没有在一起 游桃尬笑了一声 捂他嘴的力气加重 成立很快就喘不过气 扭着身子躲 教室内安静了一瞬 落针可闻 于原走了进来 男生一如往常的黑衣黑裤 看起来冷得很 即不易靠近 挺直的脊背如轻松 侧身走上讲台时 精致的下河线 比他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 于原在讲桌前站定 冰冷不带感情 上课 点名 81ZW Tom 几乎瞬间 就直接锁定了最后排拐角 由桃察觉到视线 脑袋一缩 整张脸隐没在包后 只露出两只眼睛 他的名字首字母爱 由桃此时 无比感谢他爹姓游 按照首字母 800年后才会点到他 下一瞬 富有磁性的嗓音 回荡在整个教室 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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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第一个点到他了 他特么都快钻地下了 还不够隐蔽吗 全班人顺着于原的视线 很快就全部转头 精准地找到了他 原本过来上于原的课 已经有很多人 明里暗里地看他议论他 这下好了 他的可观性 又提升了一个等级 好像都在等他的那个道子 要说由桃势力好得很 当他弱弱地达完道后 这么远的距离 他还是清晰地看到 于原原本紧敏的唇角 有轻微地上扬 笑什么臭地点 逗他很好玩吗 众人私下里 从没有见过于原这幅神情 尤其是直系的 学弟学妹 平时在实验室碰到了之后 那是冷漠到 很少有人敢打招呼 而且于原不仅仅是冷 周生有时萦绕的气场 是一种旁人不敢靠近的陈渝 虽然比众人都小 但似乎都对他隐隐畏惧 行踪也捉摸不透 身上像是藏着很多秘密 平时除了和纪云走得近以外 其他人都是想靠近 也靠近不了 而这两天 他突然和八杆子打不着的 刚入学的表演戏笑话之间 飞闻平起 且扑朔迷离 尤其是笑话 要去参加练宗了 这下更是有一打热闹可以看了 气氛不那么沉闷了 班级有此起彼伏的起哄声 于原点完游桃的鸣 就没再继续 有男生壮着胆子 扯嗓子喊 老师 不点鸣了吗 我等着喊到呢 随机点 那什么时候随机到我们啊 点完了 季允看热闹 不嫌是大 那为什么只点一个人啊 于原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尤桃 接下来就是授课时间 于原用他那张帅脸 冷漠地说着最专业的术语 上着最没有趣味的趣味生物学 尤桃一整节课 连眼也懒得漏了 整个脑袋蜷缩在了包后面 成立因为这追着他 笑了一节课 第二节课直接拉着成立逃了 反正于原要是敢挂他 他就把今天的射死账一起算 连本带立打他一顿 弟弟就是欠教训 要搁着上一试 他早就压着他打八百顿了 心情悲愤压抑到爆炸 尤桃拉着成立直接就去了酒吧 连家也不想回了 家里的小狐狸也不愿意管了 学校外的酒吧大多都是清八 最多也就是喝喝小酒 听听小哥 尤桃一口气 闷完了两杯酒 顿觉神清气爽 成立看尤桃 好像的确很苦恼 也不再跟他开玩笑了 桃桃 我早就和你说了 弟弟很纯情的 招惹了就得负责 你现在撩完就不要人家了 没准他就是在报复你 3W.81ZW 最后关系捡不断理还乱 十万的补偿又被退回来了 但这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你都压人家了 还说什么都没做 成立摇摇头 不慎赞同 男的那是随便就能压的吗 弟弟不要真结的呀 你就当我色欲熏星行了吧 身后的助唱歌手在唱歌 清朗的声线缓缓流淌 歌词十分应景 你也说过要对我负责 我们不再是幼稚的人 长大了就该为爱负起责任 尤桃 他不爽的又喝了一口酒 胳膊搁在吧台上 一脑袋趴上去 成立歪头追着他脑袋 小小的声音 引在舒缓的吉他声中 发生关系了吗 尤桃一个机灵 直起身 怎么可能 那他要是重生到发生关系后 不就彻底完蛋了吗 清了吗 尤桃回想起 自己刚把人带到酒店房间时 就再也忍不住了 房门一关 急吼吼地 把人直接压到房门后 整个人就贴了上去 要说这也是他的初吻 许是他和于原太过合拍 两人都头一次接吻 却异常顺畅 最后直接进入到深吻 关键于原 被他弄得脸红脖子红 哪哪都红 那么一个诱人 又可人的帅弟弟 如上都对不起 他给人带去酒店的勇气 啊 尽管这其实对他而言 已经过了四年了 但每每回想起 都还是觉得 初吻美好到不可思议 尤其是吻他的人 还是于原 该死 他为什么想着想着 有点口干舌燥 还有点头晕眼花 他低头看看杯中酒 这酒也太烈了 还没喝两口 都快要醉了 成立看他一会儿面带笑容 一会儿羞涩不已 小脸红的在这昏暗的灯光下 也清晰得很 美得不可方物 成立夺了他的杯子 给他判刑 那你没救了 后葬吧 又是亲人小嘴 又是拉人小手的 照着于原 现在这个缠人劲 非要把你缠下来 一层皮不可 你就从了他吧 多帅一弟弟啊 油桃摇摇脑袋 看着吧台边 来来往往的人 扁着嘴痛苦地说 丽宝 我真的不能和于原谈恋爱 为什么不能 就是不能 油桃就着成立抓杯子的手 又把那剩下酒喝了的金光 好像真的有点醉了 嘴里喃喃 就是不能 成立其实也陪他喝了不少 低头看了看表 有点晚了 他又看看油桃 油桃半个身子 趴在吧台上 双唇咬着胳膊吐气丸 成立起身 摇摇晃晃地去了个洗手间 准备一会儿 回来就带油桃走 不远处 江漫漫刚和前男友冯琪 吵了一架 哭得两眼通红 被西山强行拉出了酒吧 冯琪朝着板凳猛踹了一脚 觉得丢死人了 妈的 真烦人 都分手了 还老缠着我 跟他妈不要钱一样 倒贴的女的 就是不值钱 一旁的狐朋狗 有附和 看到不远处的人 眼睛一亮 哎 齐哥 你看那是谁 油桃迷迷糊糊中 闻到了一股难闻的酒味 不多时 肩膀就被一只手盖住了 好巧啊 油桃 你也来喝酒啊 冯琪靠近后 猛吸了一口气 香得他头皮发麻 他笑得猥琐 我正准备一会儿 去你们学校找你呢 没想到 我们这么有缘 就在这遇见了 油桃潜意识中 只觉厌恶 刚想缩着身子躲 就发觉 肩上的手 似乎不在了 紧接着 冯琪杀猪般的嚎叫 响彻整间酒吧 于原攥着那只手 翻折到不可思议的弧度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 少年眸中 狠力道似要杀人 你敢碰他 冯琪脸部 因为疼痛 呈现极度的扭曲 哀嚎声不断 于原居高临下看他 双眸中裹挟着 毫不掩饰的杀意 你再敢碰他 我砍了你的手 不 不敢了 冯琪不停地求饶 疼到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 疼 松 松手 于原松开后 一脚将人踹开 滚 冯琪被踹撞在桌角 桌上酒瓶酒杯 阴声而道 摔落在地上 枝叶飞溅 周围响起一阵尖叫声 一旁的胡鹏狗友 将冯琪拉起 冯琪连滚带爬 用眉废了的那只手指着于原 呲牙咧嘴地放狠话 老子记住你了 你等着 我他妈飞宰了你不可 尤陶醉得迷迷糊糊 隐约感受到周围不那么清静 趴在桌上嘟囔道 好吵啊 少女因为酒醉 脸颊一片潮红 润湿的红唇嘟起 看起来恼恼的 于原收回方才的力气 走到尤陶的面前 缓缓蹲下身 揉揉了他的脑袋 吵到你了 对不起 他钻了钻五指 又提手俯上他的双甲 一片滑腻温润的触感 灼烧着指尖 姐姐醉了 于原凑近他 附在他耳边 低烈的声线中带着蛊惑 我带姐姐走 好不好 一股热气在耳边蔓延 油桃缩着脖子躲 但又隐隐闻到一股熟悉的幽香 混在少年干净清爽的气息中 让人十分安心 他胡乱地点头 潜意识觉得自己 想要跟他走 于原淡笑 只见一道耳机 捏了捏他小巧圆润的耳垂 轻声夸他 姐姐好乖 话必起身 直接将人拦腰抱起 酒吧里有很多都是精大的学生 尤其是两人早就算是校园明星 这一通闹腾之后 更是坐实了那 虚虚实实的绯闻 娇软笑花 被帅逼笑草公主抱 任谁看到这一幕 不得心心眼 卧槽卧槽 这是我能看的吗 骂的 他俩要不是真的 我就是假的 于原刚才那下太帅了 那难得我之前见过 来学校馋过尤桃好几次了 真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笑花怎么着 也得笑草配啊 他俩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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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尤桃都有对象了 还去参加练宗 会被骂吧 今晚选修课 你们没去吗 尤桃似乎一直躲着于原 感觉不像谈的 议论声逐渐远去 尤桃窝在人怀里 原本紧促的眉头 渐渐舒展 搭在肩上的 手软软的勾着他的脖子 毛茸茸的脑袋 又朝人脖梗处钻了钻 于原抱着尤桃 刚出酒吧的门 纪允就迎上来了 怎么的 这是 纪允看着他怀里的人 皱着眉问 听说 你刚刚打了一男的 还把人手弄断了 他的手碰了他 于原冷道 纪允一阵 哪里 肩膀 纪允一阵无语 他刚刚还下意识以为 油桃是不是被人侵犯了 差点也要火气上来了 也是 要是碰了别的地方 那男的 就不只是断手那么轻了 纪允点点头 行 除了你 谁都碰不得是吧 怀中的人轻鸣了一声 软糯糯的声音 像是猫叫 于原低头看了看 眸中一片痴迷 他转头 对纪允说 小舅也不行 多么脆弱的救生关系 纪允跟着于原 一起朝外走 刚走了没两步 于原就停了下来 不远处 酒吧的经理 似乎在朝着他的方向跑来 他对纪允道 小舅 我刚刚砸了一桌酒 你帮我把钱赔了 他顿了顿 又说 他朋友还在里面 好像也有些醉了 你送他回宿舍了吧 纪允差点以为自己耳朵聋了 我是你的助理吗 竟然越被使唤起他来了 你是我小舅 于原说 纪于 纪允接了指令 把钱赴完后 就进酒吧找人去了 尤桃的朋友 那估计就是今晚选修课上 和他坐在一起的那个女生了 他隐隐约约 还记得那女孩的长相 齐尔的灰蓝色短发 小小的个子 大大的能量 话特别密 比他还能说 3W.81ZW 蓝毛脑袋很好找 纪允视线转了半圈 就看见了 一路摸着吧台边 摇摇晃晃地朝前走 一看就喝得也不少 纪允摇摇头 现在的小年轻 真是一点安全意识都没啊 两个漂漂亮亮的小丫头 随随便便 就赶在酒吧里买醉 纪允刚走到他身边 就看到女孩搭拉着眼皮 挠着脑袋 左顾右盼 纳闷道 我那么大一个桃桃呢 蓝毛脑袋 被挠得一团乱 挠着挠着 就脚步虚浮 差点要栽了 纪允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 成立顺势扯住了他的衣袖 纪允穿的是宽松的白色T恤 领口开的本来就不小 被人这么一扯 直接给扯掉了半边尖 一整块锁骨都露了出来 纪允 偏偏小姑娘不知轻重 又扯着他的衣袖摇 桃桃不见了 我的桃桃呢 纪允费了老半天劲 才将衣服从他手中拽出来 咬牙道 被人带走了 带到哪儿去了 带回家了 我也送你回去 成立点点头 听到回家两个字 大约是放心了 这才将视线放在眼前人身上 他垂着眼皮 带看清眼前人的脸时 又摇了摇脑袋 努力地睁大了眼睛 使劲地瞪着人 然后对着人黑黑一笑 你好白啊 小白脸 纪允脑人都疼 他外甥带着心上人 谈情说爱去了 为什么他要在这收拾着烂摊子 成立几句话一说 又开始东倒西歪 一只手很难浮地吻 纪允想了想 他外甥喜欢油桃 喜欢得不得了 随时随地 都能公主抱他 他又不能公主抱这丫头 他只好扶着腰 架着人 慢慢朝外挪 成立边走边喊他小白脸 喊了十几声都不带停的 纪允给气得没脾气 他打开手机相机 对着人拍视频 问他 你叫我什么 成立对着镜头黑黑笑 小白脸 白又白 纪允录完视频 暗灭手机 冷笑一声 很好 希望你明天看到这视频 还能叫出来 成立手也不老实 一会儿碰碰他的银白色头发 一会儿又戳戳他的银白色眉毛睫毛 然后对着美男的脸 垂斜欲滴 小白脸 你皮肤好好啊 我可以摸一摸吗 纪允想把人扔了 酒吧旁的金大酒店 于元用身份证开了一间房 还是上次油桃带他去的那间 房卡刷开门的电子音响起 他俯身 附在油桃的耳旁 低声说 姐姐 我们到了 怀里的少女轻哼了一声 奶猫似的 揽着他脖子的胳膊又紧了紧 咕弄道 到哪儿了呀 酒店 怀中人没有回应 只睁眼看了一圈 又闭上了 似乎并无意义 于元抱着人转身 单脚降门梯上 月光月过飘窗落了满屋 在昏暗的屋内 平添出丝丝暧昧 心香萦绕 油桃缩成小小的一团 一个劲儿的在怀里钻 醉酒后 似乎更黏人了 于元脸目 垂下的长节 包含着万千情绪 迷恋 狂热 想将人据为极有的私欲 在密闭的空间中 猛然自长 抱着人腿间的手指收紧 掌心竟是温软触感 顷刻间 在白皙的皮肤上 留下了清晰的指印 力气还在不断加重 似乎是感受到了 腿间的稚骨 少女细眉轻醋 双唇撅起 哼记着 疼 于元恍然清醒 黑结发颤 指尖缓缓松立 油桃又胡伦着说 可 于元将人抱坐在床边 起身去到了水 杯盐抵在唇边 油桃闭着眼 就着姿势 咕咚喝了好几口 喝完一手扫开了那杯子 眼皮要鲜不鲜地 看着面前的人 他歪着脑袋 疑惑道 你是谁啊 姐姐说我是谁 声音低劣又清润 从嗓尖划出 化开在暧昧的空气中 于元半跪在他的身前 两只胳膊撑在床边 须须地将人揽在怀里 由头努力睁大了双眼 盯着人看 不停地眨巴掌 吉尔痴痴地笑了 是于元 大概是很满意眼前人 笑完后 又歪歪扭扭地朝前道 于元不防 温软的身体一下又落入到了他的怀中 他张开胳膊 声调里 竟是撒娇的意味 还要抱 由头扬起脑袋 静白的小脸 润嘟嘟的 笑叶如花 缠绕着心香 于元顿觉喉间发紧 大掌执掌着他的身躯 不断收紧 由头脑袋 顺势歪倒在他的肩侧 满足得哼哼 混着酒味的呼吸 尽数喷洒在井间 结果刚歪了不过片刻 似乎是想到什么 呼得起身 小手横在他的胸膛 软软地推他 不要于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